中国国营企业中石油腐败风暴蔓延到了海外 据了解中石油在美国遭到一名投资者的起诉 主要是针对中石油没有向投资者公告公司内部腐败的问题 这违反了美国的证券法 同时起诉还包括董事长兼总裁周吉平在内的四名现任以及前任的公司管理层人员 中石油最近丑闻不断 继上周有多名高管落马之后 四号又传出中石油的四名高阶主管被告上美国联邦法庭事件 一名投资者向美国曼哈顿联邦法院控告 中石油在8月25号已经获上级部门通知 有四名管理层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但在27号才对外公布 中石油没有即时披露公司内部的腐败问题 明显违反美国证券法 这名投资者表示 在8月28号有消息披露 中国有关部门拯救腐败问题 对中石油管理层做出调查 当日中石油股价下跌超过3.5% 中石油H股和昆仑能源市值合计蒸发于217亿元 与此同时 市场担忧中石油恐怕会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的质询 美国汉语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Daniel Roulas认为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将对北京的调查做出回应 他们会向中石油发出更多质问 这次中石油的股价的大幅下跌 事实上反映了中石油内部重重问题的一个反应 直接就反映出投资者的心理 包括中石油这样的很多大型国企 它的经济效益其实是很差的 它真正赚取的利润都是因为垄断的地位 或者是信息不公开 很多甚至是造假各种其他手段 真正的如果账务透明的话 然后允许自由的这样一个审查 财务公开的话 其实里面的黑幕一下子就能反映出来 在香港上市的中石油股价虽然稍微止跌 但过去四个交易日 在中国和香港上市的中石油系企业股价 累计蒸发市值超过380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企 它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非常大 企业发展的决定因素 事实上不是它本身业务经营的发展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政治立场 政治资源 一旦政治上有大的变动 那么这企业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现在中石油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财经专家郑作时也发表文章指出 一个国家的大企业都是酒精市场考验之后 不死的竞争个体 所以危机来临的时候 大企业起到了支撑作用 而中国的大型央企们 可以很轻易地看出 他们的效率是最为低下的 中国的国家企业上市 本身就是一个怪胎 为什么这么讲 股票上市在市场经济的社会 资产应该是由股东来控制 总的这个企业也要为股东来服务 可是中国的央企完全不是这样 整个是被国家在控制的 那么它的利润 挣了钱了钱到哪里去 从哪来到哪去 整个是一个黑箱 是一个不透明的 据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 随着中石油腐败案爆发 截至9月4号 昆仑能源、汇生工程、明星电缆 受中石油牵连最为严重 其中被外界认为 与中共前常委周永康的儿子周斌 有密切关系的汇生工程 9月2号开始急跌16.5%后停牌 至今仍未复牌 分析指出 这次事件含政治意味 主要是想处理周永康的实力 那就会我们下来 终于 divert 逼往 似我们下来 编Ты 网 网 现在 状 ze 东放 飞